多人共鬥遊戲《世神者》在睽違五年之後 終於推出新作囉 這次玩家將要扮演特性更加接近荒神的 對抗試應型世神者 在一般人無法生存的會議之中 跟各種巨大威脅作戰 除了會議特有的新種荒神 巴爾巴洛斯與一展之外呢 更新增了名為重越的新神機 再加上先前的常見 噴射大槌等 總共有多達11種不同的神機可以供大家來使用 想要跟朋友一起體驗更加科幻的狩獵遊戲嗎 趕緊打起你的神機 一起對抗荒神吧 人中之龍工作室的最新作《審判之眼》死神的遺言 這次請來超人氣日本男星木村多災 扮演遊戲主角巴神龍之 在眾人熟悉的神士丁 抽絲剝繭揭開明暗的真相 遊戲保留人中之龍系列的爽快戰鬥系統 更融合了調查 搜證 潛入等偵探要素 相信能帶給玩家耳目一新的體驗 究竟整起事件的幕後黑手是誰 就讓帥氣的木村多災帶你找到答案吧 掀起股全民吃雞蜂巢的大逃殺遊戲《絕地求生》 終於在12月7號正式登陸PS4平台囉 遊戲中手無寸鐵的玩家在降落到與世隔絕的島上之後呢 需要想辦法蒐集槍械 彈藥 補機品 裝甲等各種物資 並且在逐漸縮小的安全範圍內和其他玩家廝殺 想盡辦法成為戰場上存活下來的最後一個人 玩家們 再次拿起你的平底鍋 戴上三騎頭盔 爭奪大雞大力 今晚吃雞的榮耀吧 說到充滿爆炸的動作電影 大家會先想到知名導演Michael Bay 那麼充滿爆炸的動作遊戲 當然就不能不提到正當防衛了 這次的正當防衛寺中 玩家依然要扮演美國特工瑞克 深入南美洲的島嶼索里斯 幫助當地反抗勢力推翻獨裁統治 遊戲依然保留了高所 降落傘 飛鼠裝等裝備 也加入庫斯氣球的空運機 推進器等配件 給玩家更加多變的遊玩方式 想要成為電影中不回頭看爆炸的真英雄嗎 在正當防衛寺裡面多的是機會喔 眾多玩家查不思犯不想 終於等到集結大量遊戲角色的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特別版上市了 本次遊戲肯操作的角色高達74位 而且除了經典的連線多人混戰 更加入了單人模式燈火之星 玩家將要操作唯一的倖存者卡比 在一個又一個的挑戰中 解救被附身的同伴 目前官方已經宣布 女神異文露5的主角Joker 將會作為DLC角色加入戰鬥 玩家是不是也很期待 之後會有更加意想不到的人物 加入戰場呢